把我们的一些想法经验和我们曾经做错的和错过的一些事情呢 分享给大家输出给大家 这种经验的输出在很多的行业是很难做到的 能把理论能把一些道理讲给大家听 这可能是每一个讲实都能做到的 但是真正能把经验 什么是真正的经验 经过验证经过考验经过体验的 也就是我们曾经做错的和错过的一些事情 能够讲给大家听 这不是哪一个行业都有的 也不是每一个团队都能做到的 有很多的一些人他为了一些内在的一些感受 他不愿意把自己错的事情讲出来 也有的人呢是因为利益关系 他凭什么把自己撞到头破血格的经验讲出去呢 我们的老师啊一直告诉我们 安利事业是一个经验的事业 是人与人的事业 是领导人的事业 是榜样的事业 所以我们要不吝啬的去把我们曾经做错的和错过的事情 讲给大家听以免大家再走我们同样的弯路 而我们最了不起的陈老师 他一直告诉我们 用头破血流的经验里寄出来的智慧 是帮助我们飞上天空的翅膀 我能够三年上高级经历 也就是说在二十六七岁的时候上高级经历 这不是赵阳有多能耐 而是那个时候的赵阳非常的单纯相信 听话照着做 而老师又把上FC的经验 甚至上四十分当时上四十分的经验 通通都用最接地气的语言 最能够让人记住的亮点语言 能够给大家总结出来了经验 我们真正在这个事业中成功 要依靠的是文化 因为一群人在一起 如果没有文化 这群人在一起就变成一盘散沙 散兵游泳 我们要靠的是系统的支持 比如说我赵阳天天讲 给我自己的伙伴天天讲 天天讲 你就是讲的再好 他也讲皮了 就像你娶个媳妇再漂亮 回到家时间长了 也有神秘疲劳 这是人性 那么有系统的支持 我们就可以拥有 今天大家看到的这种合作之后 产生的信息经验输出的 这样一个机会 我们如此 大家也是如此 像我们立文姐 每天早上做的晨会 她就会请到系统当中 很多的一些亮点的伙伴 来去分享 每次的分享 都会让她的团队 和参加晨会的朋友们 有非常大的震撼的启发 比如说我们小平姐也是 在北京经常做各种各样的活动 那么她也是借助线上的力量 让我们系统很多的一些伙伴 去给她支持 这叫借力实力 不费力 他山支持可以公寓 那么接下来第三个呢 就是成功的经验 我们有太多太多的人 都是在摸索前行 前几天呢 我看到了一个 现在在培训界 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 他呢 很认真的去讲 他们在探索 在思索的路上 求索的路上 是多么的辛苦 而我的老师告诉我们 在安利事业中成功 他是模仿 不是摸索 用已知来证明未知 因为这条路 前人已经走过了 哪条路是生路 哪条路是死路 哪条路是不归路 哪条路是后悔路 老师早就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摸索 而我们很多人慢就慢在 有成功的经验 不去遵循 反而去摸索 摸索到最后 发现自己前驴技穷 力不从心 到最后说了一句话 这个事业太难了 成功太难了 成功本来不是件容易的事 但是当我们找准了平台 有了贵人相助 高人指点 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努力 那自然 我们的成功 就变得相对 简单轻松很多 来讲讲我自己的故事 王健大哥跟我讲说 大家想听讲价值远景 我说价值远景这个事 为什么值得做 就是价值 我们经常问自己一句话 你为什么做安利 当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清晰的回答出来 我告诉大家 我们的内趋力就出来了 当我们今天有无数人帮助我们 要知道陈老师有一句话 99%是自己的觉醒 而1%是别人的提醒 如果我们自己的内趋力不够 身边有再多的资源 我们也很难成功 我们为什么选择安利 很多人说是因为产品好 是因为我喜欢这个环境 它给我带来了健康 这是我们为什么选择安利产品 而不是为什么去做安利的原因 很多人问我 你为什么做安利 我告诉大家 我最前提的条件就是 从小我父母 给我了一个非常好的生活环境 我过不了苦日子 人生由甜到苦的日子 是最可怜的 如果从苦到苦 一辈子苦 也就不知道啥是甜 也就不一定就觉得很痛苦 从甜到甜 也不知道啥是甜 也不知道什么是苦 他也就这么过了 最好的一种日子是 从苦到甜 既感受到了苦 而苦尽甘来 才能够感受到幸福的感觉 并且不忘初心 饮水思源 感恩图报 还能回馈社会 而我最害怕的一种生活 就是从甜到苦 你说体力上我不行 脑力上咱也不一定 比别人聪明到哪去 那你说我能够去干嘛呢 我去上班 上班 挣着一脚踢不倒的钱 上班 等待的就是下班 退休 等工资 一天到晚的上学了 一辈子就这么九个拉结束了 上学了 下课了 放假了 童年过去了 毕业了 上班了 退休了 后悔了 结束了 怎么给忘了 少了个拉 上学了 下课了 放假了 毕业了 上班了 混够了 退休了 后悔了 结束了 人生九个拉结束了 我真的不想这样混日子 混字怎么写 一个三滴水 一个日 一个笔 从右往左念 日子好比流水一样 所以想一想那种人生 我都觉得 索然无味 还有一点就是 我小的时候 在成长的旅程中 我的父母 都是靠自己的努力 从平凡的工作岗位 一个平凡的家庭出身 给我们后代 创造了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生活环境 而当我们长大之后 随着父母慢慢变老 等他们退休了 我们能给我们的父母什么呢 给他们担心 给他们 没事还要牵挂 我们的生活好不好 孩子能不能养得起 老婆能不能养得起 自己本来都越来越老 然后看着孩子越来越大 越来越没出息 你说这父母心情 是什么样的心情 年轻的时候 努力奋斗 为了这个家 到老了退休了 还得努力奋斗 为了不争气的孩子 所以想一想这些 我都害怕 所以我就在想 我一定要去找到 一个好的环境 结交一群好哥们 好朋友 那个时候没想到 我这么样的幸运 人生还能找到 一辈子的导师 教我做人做事 所以后来我就看到了 这个环境 我看到这个环境里面 有几点很符合 我内心的一种需求 一个就是不用退休 越老越值钱 你比如说 我24岁走进这个环境 那个时候呢 嘴上无毛办事不劳 又没有什么事实 人生越历又少 你说我去影响谁呢 这个事业是一个影响力的事业 年轻的时候呢 你没有影响力 我当时还好 是因为我一会儿会讲 给大家讲 我是怎么样 年轻的过程当中 能够有成绩的 这个过程 我一会儿讲给大家听 好了 大家回头想一想 现在我44岁了 20年过后了 你说是24岁的赵阳 做案例简单呢 还是44岁的人 赵阳做案例简单呢 大家想一想 不用研究 肯定是现在的赵阳 做案例简单的 为什么 相对成熟 相对经验多 相对的有一些 这个成功事实 相应的相对的有一些影响力 所以你看 案例事业就是越做越好做 但你反过来 你看其他的行业 是不是越做越好做啊 运动员到44岁了 还能还能上场去运动吗 说今天在一个单位上班 44岁了 如果你不上 也基本上也就这样了 就算是上去了 到最后的时候 55岁60岁的时候 你就退休了 所以你看到我们这个行业 我的老师到现在 是世界级的泰斗人物 世界级的泰斗 年龄上 在很多的行业 早就退休十几二十年了 但是我的老师 现在走到世界各地 却比以前更有影响力 而如今他做案例 就更是风生水起 这就证明 这个事业是越做越好做 越老越值钱 接下来再看 他的生活方式 很多人说 我做案例 我不做案例 我告诉大家 我做不做案例 这个事 都是外行人说的 真正的内行人 他没有做不做案例的概念 一年 老顾 行人 吗 这 证图 证图 感谢观看